巴勒斯坦的街道上 一个旅行团的后面 跟着几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他们并不是一起的 但是一分钟以后 他们站在了一起 旅行团的人已经过去了 但是他们的导游却被截了下来 原因很简单 因为打电话 落后于队伍后面的他 刚好赶上了这里封路 他试图和这里的士兵讲道理 但是对于士兵来说 自己收到命令封路就要封路 不存在任何通融的情况 并且他此刻的注意力 已经被导游身后 那几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吸引了 他们手里拿着的护照 是这个士兵从来没见过的 土耳其签发的护照 而这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当士兵询问他们 到以色列来是干嘛的时候 他们回答说 自己并不是到以色列 而是到巴勒斯坦的 这句话 使得士兵们瞬间警觉了起来 在这片土地上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几乎是水火不容的两个族群 他们都试图将这里 作为自己的国家 而因此 两者之间的冲突几乎毫不间断 而这几个人能说出这样的话 明显是找事的 可是当这些士兵 剪接着询问他们的目的的时候 他居然毫不隐晦地说 自己是来刺杀摩西的 这可是一个以色列的高官 而面对如此嚣张的人 士兵们马上就做出了一副 要羁押他们的样子 可是士兵这个样子 很明显激怒了这个导游 他是一个美国人 他的游客已经过去了 而这里的士兵 居然不分青红皂白的 就把他拦了下来 这算哪门子事呢 可是就在这个导游 试图摇人的时候 他身边那群 穿西装的土耳其人 这群以色列士兵几乎是毫无还手之力 但是周围紧接的士兵箭撞 也开始了支援 一时间 枪声响成一片 但是 毕竟这是那些以色列士兵的地盘 这群土耳其人一边打人一边撤退 不过在撤退的过程中 那个看上去像土耳其人头领的家伙 却也没有放弃那个导游 他一路上拉着导游 肩不容发地抖过了数次士兵的枪击 就在这边的枪声响起的时候 另一边士兵的哨卡前那辆红色面包车 却开动了起来 直接冲过了他们的哨卡 向着远方驶去 枪声的响起 使得街上一片混乱 这些混乱的人群 成了这群土耳其人最佳的掩护 他们一路边打边逃 终于是在一个街口 遇到了那辆红色的面包车 几个人没有丝毫的犹豫 就这样登上了面包车 而和这些人一起的 还有那个女导游 不过对于这个女导游 这群人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放下他 这会儿停车不安全 不放下他 带着是个累赘 还没有用 这个女导游已经在不停地叨叨 要这群人放了自己 终于 在经过一个以色列士兵 设立的哨卡的时候 一番枪战 使得这个女导游吓晕了过去 世界终于清静了 这群土耳其来的人 其实并不是什么恐怖分子 不过你要说他们是恐怖分子 也是没错的 因为这群人想要干的事情 和恐怖分子也没有什么区别 正如他们和士兵说的一样 他们要杀一个叫做摩西的人 这个人在不久之前 策划了一起 针对于阿拉伯人救援船的恐怖袭击 他们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力 动用军队 对那艘船上所有的阿拉伯人 执行了无差别的屠杀 而这群拿着土耳其护照的人 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给自己的同胞复仇 试图杀死这个 策划了这场屠杀的真凶 摩西 但是此时的摩西在做什么呢 他正在和一些大人物 谈判一宗军火交易的事情 他们做出了一种新式的子弹 也就是在这个子弹中 他们加入了化学物质 几乎可以做到 只要命中敌人 就不会留下任何的活口 并且值得玩味的是 这种子弹 无论是看上去 还是打出去 都和普通子弹没有两样 除非做尸检 否则是无法发现的 而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子弹 不仅仅是为了挣钱 更是为了屠杀那些阿富汗人 因为在他们看来 这群阿富汗人 就像是一群老鼠一样 在不断地啃食着他们国家的根基 而就在为自己买家 证明这个子弹性能的时候 他就向着一个 无辜地开着车的阿富汗人 射出了一枚这样的子弹 他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会对一个家庭 造成什么样的打击 不过摩西也很快 就收到了有人入侵的消息 带头的人叫波拉特 而和波拉特一起的 还有科班和巴斯 都是狠角色 他们来到这里 如果是为了杀自己 那将会是一个大麻烦 为了自己的安全 他们必须尽快地找到这些家伙 然后干掉他们 而此刻 波拉特他们来到了一个 他们街头人的家里 在这里的人们 其实愿望十分地朴实 他们承认以色列 以希望以色列承认他们 他们只希望 自己在自己的国家 可以建一所自己的房子 可以在自己的国家 自由自在地 花自己的钱 可是仅仅是这些 他们也做不到 原因很简单 那些以色列人 似乎并不认可他们 他们经常会在 这些巴勒斯坦人 建好自己的房子之后 用各式各样的理由推掉 看着这其乐融融的一家人 导游再也看不下去了 他试图找到自己的大使馆 去解释一切 但是很多人都劝他 不要这么做 因为在这个宵禁的时候出去 实在是太危险了 那群疯子一样的犹太人 会毫不犹豫地向着他开枪 但是这个女人并不相信 因为她是一个美籍的犹太人 她相信 真正的犹太人 不会这么做 同时也相信 自己国籍会给予他庇护 但是他错了 在这里 没有东西可以庇护他 而他很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再次回到了 波拉特他们躲藏的民区 而就在他回去之后 巴勒斯坦的警察 和以色列的军队就碰上了 按理来说 这里属于巴勒斯坦的警察 所管辖的区域 以色列的军队 不应该到这里来耀武扬威 可是他们这次偏偏就这么做了 而这一次带队的 就是那个给摩西通风暴信的光头 他之所以来到这里 就是因为 他们预估中 波拉特藏身的地点就在这里 而有了明确目标的他们 在这里面对巴勒斯坦警察的时候 自然是不虚的 可是见到了这一切的波拉特 却明白 这里不宜久留 他果断地带着自己的队员开始撤退 而这里的男主人 也和他们一起出发 在民族大一面前 这个男主人没有丝毫的犹豫 不过为了导游的安全 波拉特还是让他留在了这里 波拉特的预料是没有错的 以色列军队和巴勒斯坦的警察的摩擦 很快就升级了 而面对早已准备好的以色列军队 那些巴勒斯坦警察根本不是对手 就在这些警察被清理干净之后 大批的以色列军队涌入这片区域 挨家挨户地搜捕 而为了自己的安全 这里的人们也很快就开始了反击 各种各样的枪支不断地出现 可是 他们根本就不是这些职业军人的对手 在这一场的冲突中 死去了无数的阿拉伯人 而摩西也混在那些军队中间 向着无辜的民众疯狂地开枪射击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波拉特居然发现了他 并且准确地击中到了他的一只眼睛 但是波拉特不知道的是 或许是距离太远 虽然他击中了摩西的眼睛 但是摩西并没有就此死去 反而是被抢救了回来 不过在击中了摩西之后 波拉特根本没想着要直接离开这里 他还有另一个目标 那就是输出摩西的指挥中心 在路上抢救了一辆以色列的军车之后 波拉特几乎是一路横冲直撞的 冲进了摩西的指挥中心 一路上 这个小队的战斗力 几乎可以说是碾压一般的存在 真不愧是土耳其手把手交出来的特工 即使是那些士兵有监控 知道他们在哪里都无济于事 但是波拉特却在夺取了指挥中心之后 在监控里见到了在医院里的摩西 他明白了 摩西没有死 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但是对于他来说 此刻眼下的任务就是摧毁这个基地 而他也坚持贯着了这个做法 两个炸弹之后 这里就剩下了一片狼藉 而摩西很快就醒了 用医生的话来说 他活下来就是一个奇迹 但是他并没有就这样躺在医院里养伤 他从光头那里知道 自己的指挥中心被摧毁了 而波拉特也没有被抓住 看来他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慌乱的一夜很快就过去了 但是留在民居里的导游 却一夜都没有睡 他看了看屋外那些妇女和孩子 他们似乎已经忘记了 昨天夜里的恐怖 或许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吧 人总是要活着的 不是吗 而经过了一番的考虑之后 导游还是换上了 这里的人们为他准备的红裙子 而当他穿着红裙子走出屋门的时候 他好像真的成为了这里的一员 而人们也为他的改变而感到开心 毕竟在这里 导游曾经的那一身才是最不安全的 但是就在一群人 其乐融融地聊天的时候 一群以色列士兵却突然破门而入 他们强行带走了屋里的每一个人 即使是那个双腿残疾的孩子 也被拖下了轮椅 而缓缓走进来的摩西 看着地上的孩子 他想要从这个孩子嘴里 得到波拉特他们的消息 可是这个孩子却让他吃了一个饼 因为这个孩子之所以残疾 就是因为这些以色列人 在放学的路上 肆意地向他们开枪导致的 看着聚不配合的妇女们 无契直接挥了挥手 他命令铲车推倒这座房子 而此刻的屋内 那个双腿残疾的孩子还在地板上 孩子的祖母似乎想阻止铲车 但是摩西身边的光头 直接用自己手中的枪击倒了祖母 曾经的家成为了一片废墟 外孙埋在废墟之下 祖母死在废墟之上 而这就是那些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 对于这样的事情 民众们只能默哀 他们无法让死去的同胞复生 也无法阻止以色列士兵 把筹击的同胞关在监狱中 为了拯救自己被抓走的同胞 波拉特决定带着自己的队员 一起闯入摩西的监狱 在救出自己人之后 搭乘飞机离开 虽然计划是好的 但是对于他们仅仅只有四个人的小队来说 还是有一点艰难的 他们带着一名伤员 要怎么跨过一到八米高 半米厚的水泥墙呢 飞过去吗 就在队员们疑惑的时候 波拉特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干掉这里的守卫 然后抢夺他们的坦克 开着坦克轰开一条路 虽然很简单粗暴 但是极为有效 在夺取了坦克的控制权之后 波拉特第一炮击中了这里的炮楼 第二炮就轰开了这里的墙壁 看到这里 其实我真的很想吐槽一句 难道这里守卫的其他人都是笼子吗 这么大的动静 他们听不到吗 总不至于这里守卫的人 就这么几个吧 但是好像是真的 这个看上去 几乎难以攻克的监狱里的预警 似乎真的是笼子 因为坦克开炮 轰破墙壁这样的大动静 这里一点反应都没有 剩下的小队该干嘛干嘛 根本没有一点这里被袭击的意思 而波拉特的小队 就这样秘密地潜入了这个基地中 开始依照计划 从这里的通风口 进入这个巨大的牢笼中 他们几乎是毫无阻碍地 放走了一部分这里关押着的人 而这里的守卫 甚至连打断锁链的枪声都听不到 真的是一群笼子 终于 在波拉特丢出了一枚手雷之后 守卫终于赶过来枪战了 而波拉特 甚至就这样迈着和慢跑一样的步伐 开始了自己的攻击 更可气的是 别人还愣是逮不到他 而他仅仅凭借着一把手枪 和不知道从哪里摸出来的手雷和炸药 一路迈着自己的小碎步就冲了过去 可气的是 他还干掉了一大堆的守卫 而这个时候 他的队友终于是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他们打开了所有监狱的大门 放走了所有关在这里的人 他们盛裁在千钧一发之际 救出了那个导游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主角光环吗 而他们的这个掉虎离山的计划也成功了 守卫机场的安保人员 全都跑到了监狱去了 而那个原来和波拉特一组的家伙 开始在飞机上装炸弹 而波拉特则开始了对监狱长的突袭 他要用监狱长来引出摩西 而监狱长的守卫 也秉承着葫芦娃救爷爷的优良作风 一个个地领和饭去了 在这期间 波拉特甚至躲都没躲一下 摩西很快搭乘飞机来到了这里 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人质 而波拉特则带着监狱长 双方都有人质 但是摩西的人显然更多一些 很明显 双方都是投鼠机器 波拉特很快就带着自己的人 搭乘飞机离开了 可是就在摩西准备开枪射击的时候 他周围的飞机 接二连三地爆炸了起来 而巨大的爆炸 不仅摧毁了飞机 更是摧毁了摩西追击的希望 但是波拉特根本就没有走远 他带着自己的同胞 洗劫了摩西的弹药库 而他们就在自己曾经的家园 建立了自己的防线 但是摩西也不是吃素的 他开着坦克就冲了过来 甚至大范围地使用白铃弹 而在现代科技的攻击下 巴勒斯坦人仓皇逃窜 不过在波拉特的反击中 我想吐槽一下 为什么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工 居然无法用火箭弹 击中一辆静止的坦克 什么鬼 说起来搞笑的是 这个坦克最后居然是 靠这里的人们扔燃烧瓶干掉的 而在这样全民皆兵的巷战中 那些以色列人 似乎并不怎么占优势 但是很快 以色列的直升机就来了 遗憾的是 这一次波拉特的准头相当好 一炮就把这玩意儿干碎了 大势已去的摩西 看着近在眼前的波拉特 他不甘心 想要杀死波拉特 但是遗憾的是 他的枪法不行 很快就被击倒了 而看着倒下的摩西 导游冲了上去想要泄愤 但是没想到 一把被摩西捉住 但是摩西预想中的谈判 并没有出现 波拉特没有犹豫 一枪就打死了他 没有给他任何的机会 在混乱的中东地区 无论是巴勒斯坦还是以色列 他们的矛盾背后 不仅仅有宗教 以及人种的矛盾 更多的是自己本身的利益 以及各大国在背后的操控 这才导致了 这个地区的混乱复杂程度极高 而承担了这一切代价的 仅仅是那些普通人而已